嗨 歡迎回到新怡婷 溫室生活之姊姊說 我們又回到這條熟悉的街道 來喝下午茶 哈囉 PING 嗨 歡迎 今天我們在這邊請到了 Adonia的老闆 PING 你好 大家好 我叫PING 然後這個店是2003年成立的 想請問一下 這是我一個心中很大的英文 我們有時候講Afternoon Tea 有時候講High Tea 請問有什麼差別嗎 真的一樣嗎 傳統的英式下午茶 它是有一個文化的傳承 主要是17世紀的時候 英國傳教士把這個中國的茶 帶到英國去 然後皇室貴族非常喜歡 那他們就會衍生了一個 午後的一個下午茶的活動 那它的食物呢 全部都是Light Food 就是青食 對 可是就是在藍領階級呢 他們也很嚮往這個生活 可是他們白天需要工作 一個世紀之後呢 他們衍生了一個叫做High Tea 所以標準的阿富汗季是輕食 小size High Tea的話是 分量比較大 吃到飽 吃到飽 那吃的禮儀那些 通常下頭呢 是放各式各樣的三明治 然後中間的話 中間的話是野生的燻鮭魚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冷的湯 然後還有一個Pup Pastry 還有一個必備的就是Scon 那我有個問題 是 就是其實吃Scon 也有它自己的一個方式 通常就是用手把它撇開 變兩半 然後我們有自己做的這個Coda Cream 先抹Cream 然後再抹果醬 這樣 那還有一個小地方就是 通常喝茶呢 有的人喜歡加牛奶嘛 會嘛 那個湯條的話呢 加了牛奶以後 不是這樣亂攪 是12點跟6點上下這樣子 上下 對對對 這樣 超好吃的 通常烘味的東西 比較Special一點 那在我們優美的 優雅的吃我們的下午茶的時候呢 大家要繼續 好好的關注我們溫村生活 那麼即將會有最新的節目出來喔 記得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也喜歡吃下午茶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喜歡吃什麼 我什麼都愛吃 掰掰